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争光 幸好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几个人合力将Xrd救出 否则她的生命就彻底完了 但我们的国宝也没有放过她 将小日本的衣服脱光 当众玩弄 熊猫宝宝在打黑宫时 遇到了一个没有分寸感的外国女人 熊猫本来正在开心地吃着窝窝头 外国女人毫无顾忌地乱摸 兴奋地说着 欧买喝 熊猫因此不耐烦地不再吃窝窝头 直接用脚踩在外国女人身上 将女人撞倒 旁边的饲养员急忙拉住熊猫的皮套 刚才才将它分开 背后的熊猫直接扑向了外国人的背部 揪着它的头发不松手 把老外吓得连连后退 视频中的黄毛外国人 想和熊猫亲密接触 先拿出盆盆奶引诱熊猫宝宝 熊猫看到盆盆奶两眼放光 小黄毛见熊猫并不排斥它 就得蹭进尺 打算和熊猫同床共枕 直接把熊猫的腿当做枕头 气得小熊一巴掌拍在小黄毛的脸上 我可是国宝 你敢压我的腿 垂死你 不把外国夫人当回事 只有我们的国宝了吧 人梦是首置在FG出生的大熊猫 总统和第一夫人亲自为它命名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代理啊 在他的命名仪式上 FG第一夫人脱下手套 想摸一下袁梦的头 袁梦大声对第一夫人吼叫 把老万吓得连连后退 袁梦 你是谁啊 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要摸我的头 袁梦在法国 过着贵公子一般的生活 与FG公众的第一次见面 动物园直接被排队的粉丝挤爆了 一岁生日时 袁方请来全国的媒体为他庆生 可是这小家伙完全不给面子 对老外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 完全不感兴趣 还把饲养员打了一顿 然后高兴地溜到妈妈欢欢的身边 袁梦 你可知道怎样恶心老外 15年前的汶川地震 饲养员们不顾生死转移大熊猫 才明白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这一幕发生在 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场景 虽然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 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的心惊肉跳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大熊猫们陷入了惊慌失措 有的慌乱地爬上树 有的紧紧抓住栏杆 山上滚下的巨石砸开了熊猫围栏 熊猫们逃了出来 四散逃向山上 饲养员们发现地震后 没有丝毫犹豫 它们登向已经变成废墟的熊猫园 完全不顾身旁急速落下的巨石 它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找到每一只大熊猫 确保它们的安全 它就一直抱着我肩膀 指甲都已经刺进我的肉里了 好痛好痛 但是你又不能抓它 你只能轻轻摸摸它 然后说 没事没事 只想把这些熊猫全部转移 要知道成年熊猫的重量可达上百斤 三个饲养员费尽了裁苔的洞一只 熊猫们惊慌过度 紧紧抓住树枝不放 饲养员们根本没时间穿戴护具 它们徒手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树 只用食物诱导熊猫下来 谁也不知道地震何时才会结束 饲养员们将被救出的熊猫 全部转移到其他动物园 它们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 背着重达上百斤的毒笋和胡萝卜 上山搜寻逃跑的熊猫 在进山寻找的一个月里 饲养员们饿了就啃胡萝卜 口渴时只能喝雨水 身上满是被麻辣咬出的伤痕 最终找到了61只大熊猫 地人痛心的是有一只失踪了 毛毛是地震中唯一的幸存者 毛毛在七个月大时被母亲遗弃 后来被研究人员救助 第二年被歌手毛阿米终身任养 名字叫毛毛 在地震中 毛毛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被倒塌的围墙砸死 在遇难时 他还怀念未出生的议会 地震后一个月 工作人员才发现 被压得面目全非的毛毛 经过处理后 将他埋在研究中心附近的草丛中 相信这位英雄母亲会在熊猫心 默默守护他的宝贝吧 小小是在地震中失踪的熊猫 他2008年才搬到河桃平基地 还没完全熟悉新家 却在地震中失踪 15年过去了 野外工作人员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 还是没有结果 珍珍相信小小肯定在野外自由自在的生活 恩客为了赚钱不顾性命 直播期间三次吐血仍不听劝 依旧胡吃海喝 一天炫耀三只羊 这是要重蹈泡泡龙的覆辙 他是草原上让羊纹风丧胆的羊王爷 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恩客的嘴 为了展示自己能吃多少 恩客一天要吃掉三只羊 还专挑最肥的啃 看看这羊尾有挑战 恩客把果冻往嘴里吸溜 比拳头还大的肚包肉 恩客两三口就吞进嘴里 这还没吃完 就抓起另一个往嘴里塞 吃得太油腻 恩客的体重暴涨到300斤 身体也出现了许多警示信号 恩客的眼睛长满了丝状油 看起来像JSC 手上也不满脂肪力 为了吸引流量赚钱 恩客逼自己对青菜过敏 在恩客的餐桌上 只要出现一根菜 我就认输 很多粉丝都在劝恩客节制一点 再这样下去 就是下一个泡泡龙 但人家根本不听 恩客的妻子也曾劝他减肥 甚至亲自监督他 他却当成耳边风 身边的朋友也劝他 不要再吃肉 他为了展示自己的叛逆 抱起整只烤全羊 往嘴里塞 终于在一次直播中吐血 恩客却不以为意 擦了嘴后继续炫耀 第二次直播吐血时 恩客看到自己吐出的肉 带着丝丝的鲜血 已经见怪不怪 边炫耀肉边吐血 近期恩客的直播间 再次发生事故 两位好友在镜头前狂炫羊肉 而坐在后面的恩客 神志不清 昏昏欲睡 口水像泉水一样从嘴里流出 期间还传出阵阵憨声 他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 好友们连夜将他送进医院抢救 即使使用美颜滤镜 从恩客之前的视频中 也能看到他全身发黑 双眼肿得像被打过一样 别人胖的是双下巴 恩客直接是千层肉堆叠 别人冬天穿棉衣皮草 恩客凭借超厚脂肪保暖效果 穿着短袖在寒风中喝酒吃肉 值得一提的是 曾是知名摔跤选手的他 退休后继承了家里的农场 套养羊来维持生活 但自从他将自己炫耀羊肉的视频 上传到网上后就爆红了 恩客被专业团队控制 也许他也意识到 这样对身体不好 但他还是被团队逼着继续吃 很难有自己的想法 珍珍在此劝告大家 千万不能暴隐暴食 千万不能暴隐暴食 网红真能说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